这个女人透过缝隙偷窥着屋里正在缠绵的一男一女 眼神中带有一点悲痛 因为那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丈夫 看到丈夫给自己戴绿帽子 女人为何没有生气 反而带有一丝难过 因为一切都是女人一手安排的 素颜和丈夫俊植是一对恩爱夫妻 两年前素颜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却意外流产了 这件事也成了夫妻俩挥之不去的痛 素颜也从此就再也没有怀上孩子 不是她的原因 而是丈夫俊植的原因 俊植把素颜流产的事一直归咎自己 产生了心理压力 久而久之在那方面就一蹶不振 俊植很爱素颜 每天都会抱着素颜说爱她 得仅仅是口头上表达一番而已 没有实际行动 素颜为了再怀孕 在网上找遍了各种名医偏方 可惜这些偏方没有什么用 喝酒回来的俊植 对素颜除了愧疚还是愧疚 看着满桌子的饭菜 完全没有一点胃口 夜里俊植倒头就睡 对素颜 她不是没有话说 反而有很多话想对素颜说 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素颜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小吃店 这家小吃店不是简单的小吃店 广告上写着能治好男人的为民不振 治不好不要钱 治好了也不要钱 素颜抱着不适白不适的心态 万一俊植刚好被救好了呢 交了定金后 带着俊植来到小吃店所在的岛上 车子开到一半 便卡进了水沟里 而且这里信号也不好 俊植有点崩溃 好不容易推动了车 自己也摔了个跟头 因为心里有愧 对素颜也没有过多抱怨 两人终于来到小吃店 素颜觉得这里和网上描述的相差甚大 简陋的屋子 一个穿着红色毛衣的女人蹲在一旁清洗着食材 素颜询问女人是不是在这里点餐 女人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就凭这服务态度稍微来个脾气火爆的人 恐怕早就走了 素颜为了孩子只能忍着 这时一个粗壮的大汉过来 当着素颜夫妇俩的面 适应女人去给客人端茶倒水 对女人态度极其恶劣 素颜看着店家两人奇怪的举动 说不出来哪里奇怪 两人如果是夫妻有这样一个脾气暴躁的丈夫 女人也太惨了 素颜想要离开 俊植却不以为然 来都来了不吃白不吃 还是品尝一番再离开 素颜便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丈夫都这样说了 那就留下来吃顿饭再离开 素颜大汉一点也不把素颜和俊植当外人 做好饭招待二人 俊植邀请大汉坐下一起喝酒 大汉爽快答应 坐下陪两人喝酒 不一会儿表示有事要去山里一趟 拿着枪便离开了 俊植喝酒喝上了头 还想要再来一杯时 却被酒坛子里倒出来的蜈蚣 吓了一大跳 原来这些酒都是用蜈蚣泡的 夫妻二人顿时觉得 眼前的饭菜不香了 吃完饭 两人漫步在山间的小路上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聊着这几年的生活 俊植很内疚 一直没有给素颜一个孩子 而素颜也看开了 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吗 还是这只是用来安慰俊植的话 就在这时大汉从他们上方扔下了一个袋子 袋子里装着不知名的活物 说这是怀孕的配方 袋子里装的张 腹蛇等奇怪的生物 俊植难以置信 吃了这些真的有用吗 晚上伴随着昏暗的灯光 四人吃起了美味的泡菜 野鸡火锅 随时的气氛略显尬 大汉眼睛里完全装的都是素颜 仿佛素颜才是她老婆一样 而俊植也偷偷瞄了女人几眼 大汉发现后 刻意让女人露出大腿 这下俊植看得更嚣张了 趁着唱歌的气氛 大汉把女人送到俊植怀里 不知道的还以为女人和俊植才是夫妻 俊植搂着女人跳舞 询问女人怎么不说话 大汉表示她本来就不会说话 素颜察觉到丈夫的举动 没有阻止丈夫 如果戴绿帽子能够让丈夫振作 牺牲下也没什么 女人的第一直觉一向很准 素颜总觉得这个很古怪 要离开这里 而俊植觉得这里挺好的 和刚来的态度竟然相反 大汉眼见到手的猎物要走 赶忙出面制止 表示大晚上开车不方便 素颜也没有想要离开的念头了 俊植询问大汉怎么和女人结婚的 大汉说女人是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孤儿 但在成长过程中却一直喊着想逃走 所以就把她的舌头给割掉 这时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夫妻俩差点被吓死 大汉笑着说开玩笑的 解释女人是孤儿 是她从小养大的 女人点点头 这下夫妻俩的疑心才打消 深夜回到房间的夫妻想来一场 奈何俊植还是不行 脑海里总是浮现素颜未出事的孩子 以及素颜痛苦的表情 她只能用太累演示过去 素颜也明白原因 没有当面拆穿它 四日醒来的素颜没有看到俊植 到处寻找俊植 在厨房中被分不清的动物尸体吓了一大跳 女人解释这些都是吃的 素颜这才平静下来 她询问女人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丈夫 女人指了指山里 素颜没有去山里找丈夫 她看到女人身上有伤痕 被女人处理了伤口 想要多和女人聊聊天 女人没有回应她 转身离开 大汉带着俊植在山里用猎枪打倒一只野狼 然后熟练抛开野狼腹部 挤出血让俊植喝下 一心想要孩子的俊植 尽管觉得恶心 还是屏住呼吸一股脑喝了下去 素颜看到俊植 夫妻俩准备回家 但他们的车坏了 在大汉检查一番后 发现保险子烧坏 山下修理厂每周一三五开门 好巧不巧今天刚好周日 两人暂时离不开 大汉再次热情款待了二人 俊植询问大汉 那些动物都是野生动物 是受法律保护的 怎么能杀了吃 大汉丝毫不掩饰罪行 表示整座山都是她的 本来很融洽的 大汉总是说些让人后怕的话 以及把女人推给俊植 当着素颜的面毫无避讳 素颜没有过度插手 若是真的能阴治好丈夫 她也认了 因为突然下大雨 他们的宴会不得不取消 大汉把俊植拉到屋里喝酒 然后借口有事便离开了 俊植看到女人妩媚的身段 被迷得神魂颠倒 大汉把素颜拉到屋外 没有进房间 询用素颜想不想成功 原来两人早有预谋的 素颜在网上找到了这家小吃店 而能够医治好丈夫的方法 就是让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 素颜亲手将自己丈夫 推到别人怀里 丈夫知道后 不知做何感想 素颜走到门槛 就看到丈夫两只眼睛直勾勾盯着女人 俊植看到素颜 眼神稍微有了一点收敛 让素颜进屋 素颜拒绝了 表示自己要回去睡觉了 夜里俊植怎么也睡不着 她走出房间 电闪雷鸣 点了一根烟 白天的举动 素颜真的没有察觉吗 俊植也很困惑 素颜难道是默许了 俊植被大汉拉到房间 房间里摆着酒和水果 大汉特意制造了两人独手的机会 俊植看着女人那勾魂的眼神 屋内散发着暧昧的气氛 在女人一步步地勾引下 俊植沦陷了 另一边素颜一直睡不着 毕竟丈夫正在和女人 做着不可描述的事 心里五味杂陈 这时大汉进来 在她的房间里打开一道缝隙 让素颜去看看 素颜通过缝隙 正好看到女人脱光了衣服 然后坐在丈夫上方 两人翻云覆雨 素颜还没有回过神来 自己就被大汉从背后抱住 大汉撕开她的衣服 素颜想要挣脱 嘴被大汉使劲捂住 表示如果叫出声 一切可都白费了 就这样素颜被大汉睡了 夫妻俩本来来到小吃店 是为了医治丈夫的 不曾想双方都给彼此戴了绿帽子 这段婚姻还有救吗 第二天大汉没有敲门 直接进入夫妻俩房间 叫醒了俊植 两人前往修车场 素颜没有把当晚的事情告诉俊植 只是每个人的眼神都变了 大汉看素颜多几分挑剔 素颜好像成了她的女人一样 俊植看女人 眼里多了几分柔情 来到修车场没有人上班 意味着车还是没法修好 俊植很无奈 她只能再请一天假期 旁边的一个流浪汉 看着大汉说是送火饭 还没有等俊植问清楚 大汉就叫上俊植开车离开了 在车上大汉问俊植 那老头说了什么 俊植说出流浪汉说他是送火饭 大汉说起自己小时候 父母对他很不好 他便想放火烧了他们 只是他不知道火会烧死人 轻轻松松就掩饰过去 俊植只觉得后背发凉 在半路上 大汉想去看看有没有捕到猎物 让俊植去检查下捕猎匣子 故意使坏 让俊植采了布置好的捕猎匣子 在挣扎中滚下山 直接撞晕 而大汉亲眼目睹了一切 回到家后 素颜询问大汉 自己丈夫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大汉不搭理他 只是让素颜去招呼客人 让他帮客人端茶倒水 完全把素颜当自己人一样驱使 素颜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也是客人 怎么让他去倒水 大汉突然露出凶神恶煞面孔 素颜吓得不敢说话 大汉招待新来的客人 新来的客人也是一对夫妇 熟悉的眼神 熟悉的饭菜 熟悉的酒 就在这里重演 只是素颜成了第二个大汉女人 素颜回到屋里等丈夫的消息 丈夫没有等来 只见大汉来到屋里 反手就给素颜一巴掌 询问素颜为什么在客人面前 不给他面子 还让素颜不要惹毛他 为了不让素颜破坏自己的计划 大汉把他锁了起来 晚上大汉继续把女人 推入客人的怀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和素颜夫妇俩的一模一样 大汉见到新来的女客人 不配合他 动手打了女客人 女客人的呼救声换来了丈夫 丈夫想要替自己老婆讨回公道 却被大汉活生生打死 还叫女人善后 这一幕都被素颜看在眼里 他无法出面阻止 因为他非常害怕 更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这时俊植回来了 此时他已经感受到了大汉的变态 于是他先找到妻子 没有指出大汉的变态 趁着大汉在处理新来客人的间隙 带着妻子悄悄离开 妻子因为紧张 脚下撞上了什么东西 惊动了大汉 俊植借口自己是拿毛巾用 大汉没有过多怀疑 他忙着处理尸体 他不知道 俊植已经看到了屋里的两具尸体 俊植不慌不乱 带着妻子悄悄离开 夫妻俩好不容易逃回车里 却忘记拿车钥匙 俊植只好再次返回取钥匙 突然大汉发现有人鱼闪过 他便操机斧头走了过去 俊植躲在桌子底下 爬着爬着正好对上了女客人的尸体 女客人还没有死绝 看到俊植想要求救 俊植不敢出声 大汉拿着力气朝女客人头上 砸了好几下 女客人这下彻底死了 俊植憋着气 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 因为一出声死的便是他 回到车内 俊植立即发动车子逃跑 本以为他们能成功逃离 至地狱般的地方 大汉马上追着上来 苏妍嘴里碎碎念念 说出是他安排的 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就连丈夫和女人上床的事 也是苏妍安排的 俊植一紧张 车子打滑了 他不相信妻子居然瞒着他 做了那么多事 就在这时 大汉追着上来 打晕俊植抓住了他们 第二天 夫妻俩关进的仓库 苏妍说起了事情的原委 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小吃店 就是这家地狱小吃店 大汉谎称能够治好俊植 没想到却上了当 将两人置身于危险之中 俊植没有责备苏妍 他也没有理由责备苏妍 两人打开心扉和好如初 大汉进来就要动手杀了俊植 还让女人去拿毛巾 苏妍让大汉停手 大汉转身就杀了苏妍一巴掌 转身就要去杀俊植时 警察来了 警察前来寻找失踪夫妻 就是被杀死的那对夫妻 大汉表示自己没有见过 苏妍在仓库里使劲弄出动静 引起警察的注意 警察前去查看 发现了地上未处里的血迹 大汉已经杀人成魔 就算警察也不会放过的 三下午初二的就把两名警察给干倒 俊植和素颜彻底崩溃 他们这才明白 女人让他们别出声的原因 女人看着警察尸体 梁芝被唤醒 偷偷地把两人放走 大汉发现后 狠狠打了女人一巴掌 紧接着要去处理俊植夫妇 女人拉着大汉死活不让她去 大汉来气打运女人 然后去追俊植和素颜 俊植因为腿伤复发 摔倒在地 大汉也追了上来 两人最终被追到穷途末路 俊植打算正面对抗 可受伤的她根本不是大汉的对手 两下就被大汉撂倒在地 素颜眼看丈夫就要丧命于此 假装投降 引诱大汉走向自己面前的捕猎夹 她不知道的是 大汉对山上所有捕猎夹的投放位置 都了如指掌 捕猎夹被发现后 大汉就要动手杀了素颜 这时大汉身后传来相想 她转身一看是女人 在她的怒吼下 女人扔掉了枪支 素颜顺手拿起一根木枝 刺向她的大腿 然后俊植拼尽全力 抱着大汉滚了下去 李奇刚好穿进大汉的心脏 大汉最终没了气息 两人自救成功 可怜的女人抱着大汉痛不欲生 明明大汉对她不是打就是骂 大汉死掉 最高兴的应该是她才对 没想到女人却气不成声 素颜和俊植坐上了回家的船 两个人是否还能回到最初 导演不仅将这个问题留给观众 也留给了素颜和俊植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陷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了一对夫妻看到网络上的美食情报 说来到孤岛上寻找这间餐厅 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重重危机故事 影片整体比较精索 女主角因为亲信网络上的虚假信息 不管是真是假 直接带着丈夫来到岛上 然后面对发生的事情又无力改变 体现了女主的无能与软弱 而丈夫明显也是软弱的 她把妻子失去孩子的责任归咎自己 一度认为是自己害了妻子 活在悔恨当中没有做出实质性改变 嘴上说着爱妻子的话 身体总是把妻子推开 也是因为她的逃避 才让妻子落入杀人犯的陷阱中 也让自己一步步落入妻子的陷阱中 整部影片为了营造恐怖氛围 导演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 从男女主登岛开始 手机没有信号 喝的酒是用蜈蚣炮的 店主杀鸡的场景就暗示了夫妻俩的结局 他们也许会像那只鸡一样 被店主无情杀害 同时影片中也给了很多暗示 女主是如何和店主串通的 店主让男主接近自己妻子时 女主没有反应 在店主侵犯女主时 女主不敢出声 女主不知道的是 就是因为她的不作为 才把自己和丈夫退入危险之中 所以在外面还是要小心 更不能因为执着某件事而毁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可以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